應該是這樣怎麼做愛吧 在心上面我覺得應該是算比較好說的 如果以前我知道我可能心裡會有一點怪怪的 就覺得說他是不是跟之前女朋友用過 就談戀愛啊 談戀愛 那如果有小孩我OK 了解 所以你是受到男朋友的影響吧 啟蒙 啟蒙 他是合夥人 對啊 算是 應該說他一直來就是在做 他不是在做餐飲啦 對他是有一點像是整個 他喜歡做類似行銷規劃的這種 剛好我們有一個馬來西亞的朋友 他在那邊是開海南集辦 然後他想要在台灣 就有點想要在台灣工作定居這樣子 然後他剛好來那乾脆我想說 那不然在這邊開好了 哦 就跟朋友一起合作就對了 對不對 那副業跟網路節目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困難挑戰的地方 你覺得 我覺得網路節目 像是podcast一開始錄其實我自己還蠻有壓力的 嗯 雖然他們都說就是像朋友聊天一樣 大家都以為想說應該是教怎麼做愛吧 對 教是行教的過程啊 對對對 廣泛 後來才發現沒有耶 教的東西是很多的 因為性這個字包含的東西太多了 是 對什麼性別性的傾向啊 都是在裡面 對啊 就是要用健康的 親密關係 親密關係 嗯 用健康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對 但我覺得也真的還蠻好的 嗯 會讓我自己有那種想法開闊的感覺 哦 你會用自己操作嗎 應該說考 學了之後我跟他聊這個事情 我就會用一種真的很正常的心態 去問他 或是去聊 或是我問他 例如說以前到底有沒有一些嗜好或什麼 如果以前我知道我可能心裡會有一點怪怪的 嗯 但是現在我想要聽他講 因為我想要聽不同的人去分享這件事情 哦 對 我就會不會開始不會在意說 欸你以前有這些 例如說以前 可以聽到說他有哪些新嗜好 就覺得說他是不是跟之前女朋友用過 哦 會有一些 就想這個無聊的事情 對 會有疙瘩 對 那現在我完全不會用這種方式 反而希望他多分享 我就會想要知道 反而這些點可以讓我更了解他這個人 對 開始用一些懂比較專業的角度去問 他反而會覺得很奇怪 我說 你可以不要那麼顏色的跟我們談這件事情嗎 那他有什麼奇怪的嗜好嗎 是還好啦 還好 你都可以接受的範圍 他的奇怪的嗜好就是 算是他感覺起來還蠻乖蠻正常的 平常的個性 但是他反而在性愛上面我覺得 算是比我很開放 哦 迷你開放 哦 對 所以他算是反差比較大的那種 欸我也是欸 因為大家都以為我是看起來很 很open 對 對啊 反而我是比較幫手的 哦 然後他是看起來乖 但其實內性比你還要大膽一點 是 對 對 就會開始發現到 哦 欸這樣這樣不錯 就是總比結婚之後再 那個 如果結婚之後才發現應該會很 很常為這些事情想 就是吵架 而且要離婦也蠻累的耶 你知道又結又離很累 對啊 因為我離婦也持婚了 所以如果第二段我要再走路 歡迎 我會非常的謹慎 謹慎 因為我會告訴自己說 我不可能再 就沒有人會想再離第二次 當然 所以會希望第二次 確定他就是 對 就是可以的了 那種感覺 要不然就不要 就不要接 哦 可是你有要再走路第二段婚姻嗎 目前是沒有這個想法 對啊 對啊對啊 應該就是先順順的這樣子 就談戀愛啊 談戀愛 那如果有小孩我OK 哦 就是如果先有小孩的話 就是如果接下來我沒有結婚 但是有小孩我願意 我願意有小孩 可以先有小孩就對了 對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再生 我願意再生 哦 因為覺得小孩真的太可愛 哦 所以現在有幣嗎 有啦有啦 有還是有 對啊 等一下萬一又蹦出一個 因為你還那麼年輕 很容易就你知道 對 有幣有幣 但是可以再生第二胎是OK的 對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會不會想再生什麼 我覺得OK啊 沒問題 哦 那兒子現在多大 五歲 五歲 對啊 這個月半五歲 懂事喔 我覺得很懂事耶 嗯 就是都會講啦 任何話都幾乎都會表達 哦 所以他也知道你現在的生活狀態嗎 好像 你是指 譬如說你現在有不錯的對象或什麼 哦 他是知道的 他知道的 因為他們也很常見面啊 哦 他們也是相處融洽的 男朋友跟小孩 因為必須我 有時候常常也要帶小孩出門 對啊 所以就 他也是要當我的實際師 這樣很好耶 他可以跟你的 而且我也可以看一下 對 觀察 哦 所以相處是OK的這樣 對 那前夫知道嗎 知道 也知道 也見過嗎 沒有耶 沒有 有要見嗎 應該不會特別見吧 對 但就是順其自然啊 嗯 順其自然 他有對象的嗎 他 他 是 有吧 對 我也覺得有 新聞有看到啊 對啊 有看到 就都互相祝福 我是很祝福他 對 就是各自展開新人生就對了 對啊 哦 了解 所以你這樣算空窗多久 嗯 我想想 空窗多久 可能是 一兩年 一兩年 可能是快兩年 快兩年 你說離這個 這次公開的 那有超過 有超過 超過兩年就對了 如果中間就是遇到男生不算的話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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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